你好我是佳妮 今天的主題是好兇的小李飛到6場比賽轟293分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2月3號 我們簡單看一下脫光澤最近的狀況 在之前的6場比賽球隊戰績為18勝26百 更麻煩的是球隊主力得分手 Sizemar Collins在1月17對上小牛的比賽中受傷了 之後他缺席了3場比賽 而脫光澤在Sizemar Collins受傷後的隔天就有跟光隊做出一筆交易 但因為Gabriel合約的問題 所以包括Avisa跟Gabriel 他們一直到1月23號才穿著脫光澤的球衣代表球隊出賽 所以脫光澤在Sizemar Collins受傷之後 其實場上人手是不足夠的 但這時有一位球員跳的出來 那就是球隊一個小李飛刀 他不但在1月20號對上勇士的比賽中 轟下個人職業生涯最高的61分 而且在1月29號面對火箭的比賽中 拿下個人職業生涯的第一場大三元數據 球員要知道是目前大三元其實是很常見的 但小李飛刀卻在職業生涯的第8個賽季才拿到職業第一次的大三元 賽季記者問他為什麼一直到現在才拿到大三元時他回答 過去很多場比賽都只差1到2個籃板或1到2個助攻 就可以完成大三元 但他不會刻意的去完成這個紀錄 他還是想保持該怎麼打就怎麼打的態度在場上打球 這個心態我個人認為相當正確 直白的說數據不是最重要的事 贏球才是 在最近的6場比賽小李飛刀幫助球隊收下5勝1敗的戰績 在2月1號對上爵士的比賽中 全場9顆三分球拿下51分 這也是他本季第4場50加的比賽 同時生涯9場50加的數據也是NBA史上的第10名 另外他也成為NBA史上第一位連續6場比賽至少6顆三分球的球員 同時他也成為NBA史上第一位在6場比賽中得分至少45加10助攻的球員 這裡我們要提供更正確的數據 實際上6場比賽的場均數據為48.8分 10.2助攻7.2籃板 場均投進8.2顆三分球 這真的是一個相當不可思議而且非常瘋狂的數據 而在這瘋狂的6場比賽之後目前小禮飛刀的場均得分29.8分 已經是聯盟的第三名了 三分球進球數192克為聯盟的第二名 我們要注意的是他跟第一名的James Harden只差16顆 可是出手次數James Harden584次比小禮飛刀數數多了99次 這當然代表著小禮飛刀的命中率更高 同時目前他的場均足攻數7.9次也是聯盟的第6名 更重要的是目前通常得戰績23勝27敗 已經看到西區第8名的車尾登了 所以這6場比賽不但是他的個人秀 更重要的是他幫助球隊贏球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其實這6場比賽小禮飛刀的得分是不講道理的 這已經不是對手防守好不好的問題了 因為他投籃的距離越來越遠 而當防守全員貼戰來防守時 他又能切入也許是自己得分 也許是把球送給外線的隊友 所以當他在一個簡單的單檔之後 就能投進不講道理的3分球時 這基本上不是防守的問題了 而是他的狀況真的好 這6場比賽通往者的對手分別有6馬虎人 爵士這3隻防守出色的球隊 可是小禮飛刀對這3隻球隊分別攻下50、48跟51分 真的相當霸道 在右記者問大家最近的狀況為什麼這麼好時 他也表示 我就是盡可能的保持最佳狀態 包括好好的休息泡冰水找 保持足夠的水分等等 用我自己一切的努力來幫助球隊贏球 而投降者在交易以來 老江的Trivalisa之後 封線上的人手跟高度是足夠的 畢竟Kanbay這麼過去扛3號位是 場上高度不足是事實 而且Sizema可能也以健康歸隊了 所以對於投降者來說 經過祭出傷兵滿滿的狀況之後 目前在陣容上相對祭出來說 當然是比較完整的 而且球隊一個小禮飛刀最近的狀況非常好 也許球迷可以期待投降者上演逆襲8強的戲碼 最後想說的是小禮飛刀在投降者打8個賽季了 目前的NBA球員轉隊是很常見的 我們拿過去3個賽季的年度前3隊名單來看 沒有換過球隊的明星球員其實是少數 換句話說小禮飛刀有機會成為一人一成的代表性人物 這一點在現代的NBA其實是少見也讓球迷期待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小禮飛刀真的一直都穿著 投降者球一直到退休 那真的會是一個相當感人的一刻 所以希望小禮飛刀加油 為了自己也為了自己做城市 努力的拼一做總冠軍吧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結束囉 記得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事實的鼓勵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小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 我們的影片 是一個人家的導師 請 請按照片 這個影片 我們下載加了